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就算凌处一夜能住处和大牌当一样好吃的金牌鹿虾 煮鹿虾不怕多 12斤3个人吃干干活吃 卖小龙虾也要有方法 你要告诉老伴儿虾子不用它处理 就可以12块钱已经买到这么大的虾子 小龙虾防疫 小树大去屋 背出背就杀菌 加水浸泡20分钟就够了 时间不能太长 然后用水重洗几遍 再用刷子刷干净就可以了 牛层油温下小龙虾炸4秒钟老鼠备用 家里炸小龙虾可以少有份多吃炸 每次煮菜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能送我一个免费的小红杏 看到小红杏我就一个子舒服 炸好的小龙虾用扇子给它讲个文 这样肉质会更紧实 我现在煮鹿虾都用的这个消费锅金牌鹿虾料 一袋可以鹿4斤可以鹿3到4个 喜欢麻辣的朋友可以在鹿料袋里放适量的干辣椒和花椒 味道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好吃 6斤水加鹿料袋放葱姜和2倍可以蔬菜只有 小火煮40分钟让鹿料的味道充分释放出来 下入10斤小龙虾煮5分钟放入调味料 再煮5分钟立即关火压一个盘子让小龙虾全部浸泡 然后焖40分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摆整起吃起来更有意识感 这个鹿虾的味道太把实了一点都不输大拍档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在楼下去摆个摊呢 这个鹿虾煮5分钟